三十节课养成三十个好习惯 大家好,我是亚欣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 跟你们分享了 魏征他是如何在职场上立足的 魏征的故事告诉了我们 在职场上 我们要养成自我定位的好习惯 那在自我定位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在我们合适的场合当中 做出恰当的选择 让我们自己人生的每一步 都尽量在我们自己的 规划范围之内 当然了,世事无常 命运呢 它并不是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需要我们养成 先发制人的习惯 抢占先机 主动的去对抗命运的不公平 在历史上 武则天就是非常擅长 把握自己命运的一个人 他这一生啊 可以说起来是波澜壮阔的 他能够在起起伏伏的中国历史上 成为唯一一位女皇帝 首先 自身的能力肯定是相当出色的 十四岁那一年 家道中落的武则天 由于貌美动人 被选进宫 成为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 那么太宗呢 赐他妹这称呼 所以人称五妹娘 但是年迈的唐太宗 更年仅十四岁的武则天 可能是因为年龄实在是相续太大吧 并没有碰撞出什么火花 尽管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匹猎马 说无人能驯服 这个时候妹娘站了出来 说我可以 他向李世民要了三样东西 一条铁鞭 一个铁锤 还有一把匕首 之后呢 他就腰插铁锤和匕首 手拿这个钢鞭 驯服了此马 酒精沙场的李世民 被眼前这个女孩的果断 还有彪悍所震撼到了 对他呢 也只能是静而远之 那也许就是冥冥当中注定 武则天的主动出击失败了 但是也正是这次失败 才有了他后来几十年的辉煌 后来唐太宗病重 太子李治呢 在闯前侍奉 与武则天相识 并且这两个人呢 还碰撞出了一些火花 但是武则天 他毕竟是太宗的才人 当时的李治呢 也有所顾忌 唐太宗驾崩之后 部分没有子女的嫔妃们 被送到了感叶寺维尼 当然武则天也在其中 据说啊 在剃度的时候啊 大部分人都哭哭啼啼 但是呢 武则天他很镇定 他轻轻地说了 发落附生 首级不会 这八个字 让给他剃度的尼姑认为 这个女孩并非普通人 以后呢 一定能成大器 于是呢 就允许他 能够戴发修行 那这段期间 我们现在来看 可以说是武则天 人生的低谷 但是呢 他也没有怨天尤人 而是选择折服 有人说 说掉进低谷里 爬不出来的 叫做废柴 掉进低谷里 能够爬出来的 叫高人 而掉进低谷里面 能爬出来 并且还能一直爬到 山巅的人 他叫做 叫做神人 那很明显 武则天就是神人 那一类的 施斩念佛的日子里面 武则天并没有闲着 他仔细地想了想啊 发现 我只有通过礼制 才能够走出感业寺 他就写了一首 不义娘 还卖掉了 自己的一些首饰 重金托人 把这首诗 带进宫里 给了当时的 当朝皇帝礼制 这封信成功地 送到了礼制的手里 也勾起了礼制的回忆 看诸成碧 思纷纷 憔悴之礼 魏义军 不信笔来 长下泪 开香宴取 十六群 想到那个曾经 跟自己朝夕相对的武则天 还在感业寺受苦 恰好当时的王皇后呢 正为皇上专宠 萧淑妃冷落自己 而苦恼 他看出来了 皇帝对于武则天 还有旧情 于是呢 他就主动提了个意见 我们把武则天 接回宫吧 也想借机打压一下 萧淑妃的尽头 就这样 武则天 重新回到了宫里 那我们看 当命运的走向 不太好的时候 在旁人只会抱怨的时候 我们看武则天 是怎么做的呢 他选择 自己为自己制造机会 当他成功地 赢得了礼制的宠爱之后 他又步步为营 抢占先机 武则天 圣宠证卷 这引起了王皇后 还有萧淑妃的不满 俗话说 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而在后宫里呢 也是这样 先下手 围墙 后下手 遭殃 聪慧如武则天 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 你怎么出手呢 这是需要精心策划的 世人都说 说理智软弱无能 其实啊 理智他只是体弱多病 性情比较的软弱 但是他并非一个无能之辈 我们看作为帝王 他不仅治理朝政有方 而且呢 他还有杀伐果断的一面 为了稳固皇权 不被官隆贵族势力左右 武则天当时打击王皇后 萧淑妃 理智呢 就选择了 当武则天的同盟 通过废王立武 后来呢 武则天登上了皇后之位 正式的成为了六宫之主 而理智通过这件事呢 也将唐太宗遗留的政治班底 彻底的赶出了朝堂 坐稳了自己的皇帝之位 母一天下之后 他并没有满足现状 他开始有了新的政治诉求 起初啊 他只是在背后给理智禁言献策 提一些小意见 理智也很高兴 你看 我的贤内助 为自己分担这个政务 很欣慰 可是当武则天 他权力逐渐的膨胀 欲望逐渐增强的时候呢 唐高宗也逐渐意识到了 自己的权力 正在慢慢的流失 俗话说 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 一山难容二虎 哪怕是最亲密的夫妻 也会因为权力而产生练习 渐渐的 武则天跟唐高宗 由夫妻联盟一致对外 变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政治阵营 武则天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他的势力呢 甚至渗透到了高宗的贴身侍从 监督着高宗的一举一动 再后来 宰相上官已与皇帝商议 废掉午后 那么这一次机会呢 本来对于高宗很有利 可是刚才我们说了 高宗他的性格比较软弱 闻讯及时赶到的武则天哭的 也是梨花带雨 高宗一看 男人嘛 心软了 说不是我想的 不是我要废掉你 这是上官已说的 就这样呢 上官一族成了杯锅侠 几乎全家被满门抄斩 而武则天的权力呢 再也没有人能够动摇了 他的命运 再一次地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再后来 唐高宗去世了 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他不惜动用酷吏 打击礼唐势力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延续了贞观之志 并且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度 政绩其实还不错 晚年的时候 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李显 结束了武洲王朝的统治 此后呢 留下了一面无自卑 功过 任后人凭说 我们看这个女人的一生 她爱过 她恨过 但是唯独没有放弃过 她低谷 她失落 但是唯独没有怨天尤人 人们经常会感叹 命运啊 难以捉摸 但是我们从武则天上 我却看到了一个先发制人 不畏惧命运的女强人形象 当命运的天平 没有向你倾斜的时候 我们想想武则天吧 强者 从来不害怕命运的捉弄 先发制人 抢占先机 才能步步无悔 我想 这大概就是武则天 留给我们后人 最好的财富 好了朋友们 我们这一期节目就聊到这儿 我是雅馨 我们下一期 谢谢